寶貝這首歌想到對音信好奇是吧 不過確實啊 我寫寶貝這首歌 也很難說想到親戚朋友啦 對對對 就會有一個假想的 剛才看MV覺得是溫柔 很細膩 但是我們對比一下別的歌 還有喜歡 模樣 都有點自然自語 算不算那種叫 Kellis Whisperer那種感覺 淡淡的 輕輕的 我覺得其實喜歡跟模樣 它背後的創作動機比較深刻 也比較跟個人有關啦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情感經驗是寫的 不過我覺得在我整個青春期的那個創作 還有自彈自唱風格裡面 其實我並不是那個非得要罵他 所以我覺得它的確有難難自語的傾向 但是你發現是寫歌的時候 在表現自己 自己還是唱歌的時候 在了解自己 寫歌的時候其實大部分是表達你對這個世界 或者說對於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看法跟感受 但唱歌的話其實有時候也會跟當下的情緒去做很長的連結 所以我覺得寫歌這件事情是表達我的思想 但唱歌這件事情就完全是我的情緒 對它其實除了有太 就是有我的態度以外 其實也有我當下其實並不想去遮掩的所有情緒 青春 隱晦 曖昧這些味道之外 還多了一些你剛才講的不是非要的 呐喊 會有這個東西 但是變成另外一種層次 你能跟大家解讀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寫歌就是這樣 就是你當下做你最誠實的事情就好 就是你不需要 因為你一開始做搖滾音樂 所以之後就不能出民謠專輯 然後就是也許你做了一輩子的民謠 後來你發覺其實你是一個R&B歌手 但是有可能的 音樂本來就是有無限可能 也有無限種同樣精神不同形式的表達 所以音樂才能有名人 然後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寫的一個影像就是這樣 就是我表達現在該表達的吶喊 然後我批判現在該批判的東西 可是當我其實對於世界感覺到一些美好的東西 我也不會吝嗇去做美好的傳達 大美 傳達 對對對 就是沒有必要全部混在一起這樣 說說拍了幾個MV 你說這一次 這一次 這一次其實拍了五支 五支MV 對 分別有南國的孩子 Beauful Woman Selling 關於我愛你南國的孩子跟城市 就這五個 講趣事 我對那個woman比較 你覺得其實還好 那是我第一次跟團員一起入鏡 就一直拍攝 然後他們被迫要像青春洋映的小男生一樣 跳來跳去啊 很開心 然後最後有一幕就是我去找他們 他們在天台看風景 然後見到我的時候就很開心 就像哥們一樣打打鬧鬧 結果但是他們每一次都爭打 爭打 就是好心拍他們一下 就是你看他們一回頭就準備好要打我 好像迫不及待 害我後來看到那個最後撿完的畫面 就知道其實 就我覺得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他們早就準備好要打 好準備好 公報絲綢嗎 這是 得有一點就地解決 恩怨的感覺 西安才真的不要去太多 因為西安 你去跟他們去天安 他們還會打你 公報絲綢 因為那邊是私仇之路